奉主耶稣圣明在这里做见证分享 首先欢迎亲朋好友及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 首先欢迎亲朋好友及弟兄姐妹来参加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向谁请书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向谁倾诉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当我们最不如意最痛苦的时候 我们总是想要把内心的话做一个请书 我们都会想将我们内心的一些说话去倾诉 如果夫妻彼此之间可以这样做 如果夫妻之间可以这样做 那这样的夫妻可以说是共患难共生存的一对夫妻 这样这一对夫妻就是可以共患难共生存的夫妻 如果夫妻不会这样做 但如果夫妻不可以这样做 当中有一个人跑去外面找第三者请书 当中有一个人跑去找第三者去倾诉 那这个婚姻就很危险 那这个婚姻就很危险了 就是一般社会现象造成外遇 就是一般社会现象的外遇 甚至出轨 甚至出轨 原来火车要在轨道上面走 本应火车应该在轨道上面走 火车离开它原有的轨道就是车祸 火车离开一离开它的轨道就是出现车祸 所以你我大家都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 所以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 不论是用言语也好 无论是用言语 或者用肢体的表达也好 或者是肢体的表达也好 这都是属于倾诉的一个内容 都是属于倾诉的内容 人跟人之间免不了要说话 人跟人之间免不了的是要说话 说话可以说是一种沟通或者谈心的方式 说话可以说是一个沟通或者谈心的方式 常常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找人说话 我们有时候都一定要找人来说话 有时候把自己特殊的事情做一个分享 或者是把自己心中的秘密做一个讨论 或者是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秘密做一个讨论 无论是分享也好 无论是分享也好 或者是想要寻求解决也好 或者是要寻求解决也好 不免人跟人之间必须要谈话 人跟人之间不免都是要说话 但是有时候人不可靠 但是有时候人是不可靠的 你跟他讲了 你跟他讲了 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帮忙 他有时候帮不了忙 有时候不在意 有时候他也都不为意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事情没有解决 事情没有解决 讲话也没有用 讲了也没有用 内心很焦虑 心里面也很焦虑 会影响一个生活的步调 甚至会影响外生活的步伐 这几天我那个电脑 没有开不起来 这几天我电脑开不了 因为刚刚买的时候 有人帮我装 我也没有去注意密码 因为刚刚人家帮我装的时候 我没有留意密码 想不起来了 又想不起 为什么会故障呢 为什么会坏呢 里头很多的信箱都收不到 里面很多信件都收不到 每天每天增加一封 每天都要增加一封 到底是什么事 或者公文 或者人家的说话 究竟是什么呢 是公文 还是人家想跟我说 后来我找一对夫妻 帮我看看 后来我就找了一对夫妻 帮我看看 他们这一对夫妻 弟兄姐妹很用心 这一对夫妻 他们很用心 然后一直问我密码是什么 我也讲了好几十个密码都不对 他们不断问我密码 究竟是怎么样 我讲来讲的都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看到上面写一个 那个城市的免费服务升级 因为看到城市免费服务升级 我也不太熟悉 我就看免费服务升级 应该功能更好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见到免费升级应该挺好的 很高兴地往那边去按 结果我的MSN 那个IE 网络都不见了 那我就不理了 就这样按了之后 结果我的MSN 和IE都不见了 放在心里很不失智慧 那就觉得 很不开心 我想想他 但是一进船到房 最后看到那个电脑 本人不打算想的 但是一走到入传道房 又看到 但是你看到他 又挂在心上 其实你不去想 但是你见到的时候 又觉得很挂心 那一对夫妻帮我弄 后来找了一对夫妻帮我弄 他们夫妻很同心 夫妻很同心 一直问怎么解决 一直问我怎么解决 从礼拜三晚上就弄了 由礼拜三晚上就开始弄 昨天晚上就夜晚也弄 昨天聚完会又弄 今天中午吃饭 今天下午吃饭 因为他帮我看一看 因为他来帮我看一看 不过有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是了 但是有为这件事代表就是了 因为自己没有记得那个密码 所以他一直开不出来 就是因为自己忘记了密码 所以就看不到 这个时候心里就祷告神了 这个时候心里就祷告神了 主啊 如果信箱有人要有什么重要事 就会帮忙带导情侣 让这个没有任何头脑能够想到 那我就跟神讲 如果这个信箱里面 有些人想要代讨 或者有什么重要事 那就令我这个没用的头脑想起 今天中午快要一点半的时候 今天下午快要一点半的时候 我就跟那位信徒讲 我就跟各位信徒讲 不妨你试看看这样 不如你试试这样 他一试 因为我们每次试都失败 因为我之前每次试都失败 一试就通过了 怎知今次一次就通过了 他比我更高兴 哎呀 感谢主 他比我更高兴 他比我更高兴 感谢主了 痛了 哇 我心里想 感谢主了 我上边想 感谢主 耶稣真的非常奇妙 耶稣真的非常奇妙 忘记密码就忘记了 怎么可能又通 忘记了密码就忘记了 为什么又可以得回呢 心中末道还是有好处的 所以心中密码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末道是在跟神说话 像他请诉耶 向他倾诉 不然的话 虽然这个电脑不错 感觉很不舒服 没有出来网络 那如果不是看见 那部电脑好像挺好 但是没有用不到又没有用 感谢主 祷告 向主请诉 向主倾诉 很奇妙 很奇妙的 那个密码又出现 密码又出现了 真的试了很多次 我真的试了很多次 试到每一次电脑 所以你今天不能再试了 太多了 直接试到电脑说 今天你已经不可以试了 试了太多次了 所以每一件事情 所以每一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再有能力 也是没办法 有时就算我们再有能力 也是没办法的 圣经里面 也特别记载 很多人有事情 也都记载了很多人有事 到后来也是向神请诉 我们来看一下撒姆尔记上第一章 撒姆尔记上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十节 撒姆尔记上第一章 第十节 旧约三百三十五年 第十节 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再看十五节 我们再来看十五节 十五节 哈拿回答说 主啊不是这样 我是心里愁苦的苦人 清酒龙酒都没有喝 但在耶和华面前 倾心吐疑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妇人 名字叫哈拿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妇人 她的名字叫哈拿 她来到士罗的圣殿 向神这样祷告说 去去到士罗的圣殿 向神祷告这样说 我心里非常丑苦 我心里非常丑苦 常常痛痛的哭泣 整天常常痛痛的哭泣 在神面前这样说 她在神面前这样说 连祭司已看到她 她也这样讲 连祭司已看到她 她也是这样跟我说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呢 连丈夫也看得出她的心里愁苦 连她丈夫也看得出她心里愁苦 我们来看第八节 我们来看第八节 她丈夫已立加拿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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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哈拿你为什么哭 哈拿你为什么哭 为什么不吃饭 为什么你不吃饭 心里愁闷吗 心里愁闷呢 有我这个丈夫不比十个儿子好吗 有我这个丈夫不比十个儿子好吗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丈夫 肯定是非常一百分的丈夫 在这里看到这个丈夫一定是一个一百分的丈夫 我看到太太愁苦 她就在那边安慰她 看到太太愁苦她就在那边安慰她 然后用付出最多的关爱感情来对太太 然后付出最大的关爱和感情去对太太 想要让太太快乐 想让太太快乐 如果一个太太有这么一个丈夫 我看天塌下来都没有关系 满足了 我想如果一个妻子有这样的丈夫 天下跌下来都没关系了 我们不好意思问 在座的太太是不是有这样的丈夫 我就不好意思问 座座的太太是不是有这样的丈夫 真的太太很愁闷忧愁的时候 我们做丈夫是不是可以跟她一起分担呢 我们做丈夫的可不可以跟她一起分担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感情生活 这是一个很好的感情生活 但是丈夫这么样的付出爱情关怀 哈娜 但是丈夫就算付出这么多的感情对着哈娜 还是不能解决她的事情 但是依然解决不到她的事 她最后选择在圣殿向神祝祝祷告哭泣 所以她最后选择了去到圣殿 向神祷告哭泣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呢 请看第五节 我们来看第五节 第五节的后半段 第五节的后半段 神不使哈娜生育 因为神令到哈娜无得生育 很多时候的事情发生或不发生 很多时候一件事发生或者不发生 如果有宗教信仰观念的人 如果有宗教信仰观念的人 他会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他会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而不会先想到人的作为 而不会想到是人的作为 所以能够生意也要感谢 所以可以生育都要感谢 如果没有生也要感谢 如果没有生也有神的美也有功课在里面 不然人生很难过 如果不是人生很难过 我们常常会用一种比较的心理 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比较的心理 为什么别人有而我没有 也不能因为我也有而笑别人 其实这个背后 其实这个背后 有很大的功课的学习 有很大的功课给我们去学习 不管怎么样 我们总是要到神面前来请述 来调整自己 所以哈拿把她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来 所以哈拿就把她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来 她是用一颗愁苦的心 她用一颗愁苦的心 流泪的心 甚至迫切祷告神的心这样说话 甚至是迫切流泪向着神这样说 结果最后看到 神应允祂的祷告 让祂的苦境 让祂的忧虑得到改变 让祂的忧虑得到改变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做见证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做见证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四章 十六节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 新约三百十六面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 十六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举的 来到施恩的寶座前 为要得连书 蒙恩为作随时的帮助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向谁请诉 我们要向谁倾诉 来到神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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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倾诉 神知道他的苦情 结果神知道他的苦情 就让他得到解决 这位神是施恩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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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神是随听人祷告的神 这位神也是施恩会的神 这位神也是施恩会的神 这位神是来帮助我们人的神 这位神也是来帮助我们人的神 那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向他请诉 但问题我们如何去倾诉呢 第一点 请看约翰福音四章 约翰福音的四章 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二十三二十四节 二十三二十四 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二十三节 这是主耶稣亲自教导 要怎么样来敬拜他 这是主耶稣亲自教导 要如何去敬拜他 我们要向这位真神请诉 我们就要拿一切的真来敬拜他 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真去敬拜他 这一份真实的见证 我们自己一定要提出 这一份真实的见证 我们自己一定要提出 实实在在的生活 这里说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位主 这个说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主 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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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有心来寻求他 要我们有心去寻求他 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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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七节八节 请看七节八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七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尋找就尋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第八节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尋找的就尋见 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 这里是主耶稣除了教导人 怎样祷告以外 其实七节八节两个经文 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 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 祈求就给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 尋找就尋见 你们扣我的门 我就给你们开门 你靠我的门 我就开门给你 这个在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 要全心寻找他 全心扣耶稣基督的门 全心敲主耶稣基督的门 他开门你才能请诉 他开门你才可以谈诉 你寻找他 他才让你寻见 你尋求他 他才会被你尋见 你要找人 请诉 结果没有人听你讲 你怎麽请诉 你要向人谈诉 结果没有人给你谈诉 你怎麽谈诉 你找到牛 你跟他请诉 你又听懂吗 难道你找一只牛 跟他谈诉吗 他听得懂吗 你找到一棵树木很漂亮 你跟他请诉 他听懂吗 你找到一棵很漂亮的树 你跟他谈诉 他要有心寻找到这位主耶 所以要有心去尋求这位主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 11节那里说 难道天父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难道天父不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在路加福音的11章 在路加福音的11章 13节 那里就不写好东西 他直接就讲 难道你们向天父求圣灵 神不给圣灵吗 他说 难道你向神求圣灵 他不会将他事给你吗 他就是讲到 要有心来寻找他请诉 所以这里就讲到 我们要有心向他谈诉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六十二篇 我来看诗篇六十二篇 诗篇的六十二篇 我们来看六节到八节 第八节 你们仲闻当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倾心吐疑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当你有心要向这位主请诉的时候 你一定会深深地去认定他 神是我的磐石 神是我的拯救 神是我的拯救 神是我的高台 就是意思说 神是我的力量 神是我的高台 神是我的力量 神是我的避难所 当你有这份心这样认定的时候 当我们由这份心去认定的时候 你会非常认真 在这位神面前 潜心涂一地寻找他 向他祷告 在十一节这里说 神说了一次两次 我都听见 能力属乎神 十二节 主啊 慈爱也属乎你 这是一个非常有心向神 请诉的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 当然我们愿意这样做 你就是用心灵跟诚实 在跟神交通去处 我们就是用心灵和诚实 向神沟通 你想想看 我们想想 人跟人之间相处一起生活 人与人之间一起相处生活 如果非常不老实 如果很不老实 常常讲谎话 常说谎话 变来变去 说话又变来变去 这样一起生活很痛苦 这样一起生活会很痛苦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相处 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相处 很自然的 你说的话就有力量 非常地真实感 非常地真实感 一起生活就有帮助 我们真神之间也是一样 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 主耶稣只有要求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祂 主耶稣只不过是要求 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祂 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心 来跟祂请恕 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心 来跟祂请恕 第二点 第二点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跟神请恕 我们用什么方式 去跟神请恕 什么样的请恕 才会得到神的悦纳 怎样的请恕 才可以得到神的悦纳 刚才是讲内心的世界 刚才是讲内心的世界 现在我们要来讲的 既然你有心 要付诸行动 行动会影响一切的结果 有心再有行动行为 才能够有好的见证 有心有行为 才能够有好的见证 才能够完成目标 才能够完成目标 达到目的 达到目的 所以这个行动很重要 人为什么跟神之间 一直没有很好的沟通 人和神之间 一直没有好好的沟通 心想愿意 这个大家都会 因为心里面 想愿意 大家都知道 但问题就出在你的行动 但问题就出在我们的行动 你没有办法 常常来亲近神 我们没有办法 常常来亲近神 怎么请恕 你站在犯罪的事情上面 向神请恕 怎么说 我们站在犯罪的事情上面 向神请恕 你一定要有行动改变 我们一定要有行动改变 离开犯罪的事 离开犯罪的生活 离开犯罪的生活 你这个行动一出来 你的情愫就有用了 这样的行动一出来 我们的倾诉就有用了 所以第二点要谈 所以第二点 很重要的 一个动作 也是主耶稣说的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烦怒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者女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在这里说 烦怒苦担重担的人 你就是心里有重担 现在心里有重担 生活有重担 精神上有重担 各方面有重担 各方面有重担 所以你才会要找谁请诉 所以才要找人去倾诉 耶稣知道人的软弱和苦难 耶稣知道人的苦难和减弱 他在这里就教导我们一条明路 所以这里他要讲一条明路 给我们 烦怒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来我这里 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 原文安息是使人安静平稳的意思 原文安息是使人平静 后来延伸运用到我们所知道的两个字 平安 后来延伸到我们现在知道的两个字 就是平安 原来的意思就是 耶稣可以让人得到安静平稳 原文的意思就是 耶稣可以让人得到安静和平安 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 到祂的跟前来 到祂的跟前来 到祂的面前来 就会看到建立一个平安平稳的生活 便会建立一个平安平稳的生活 这是神要我们到祂的跟前来 这样请述 你就会得到好处恩典 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去到祂的面前 倾诉 我们就可以得到祂恩典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 耶稣不单单叫人到祂跟前来 耶稣不单单叫人到祂的面前 在这个动作里面 在这个动作里面 还含有祂应许的祝福在里头 还含有祂应许和祝福在里头 这句话可以说 把祂前面讲的话 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这句话可以说 和祂之前所讲的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的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 十六节、十七节 十六、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十七节 十六节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祂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讲出去 并自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事要应验先知以赛下的话说 祂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只要到耶稣跟前来 十六节 有许多人患病患鬼得到医治 十六节讲到很多患病犯鬼 他只用一句话 这么样的神奇 这么样的有权柄 只用一句话 用了一句话 然后这些人就得到医治 然后这些人就得到医治 但是人 耶稣是用一句话 显明祂的权柄 显明祂的权柄 那人怎么办呢 人又怎样呢 只要做到到主的跟前来 向祂倾诉 主就成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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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想看十七节这里这样说 我们想想看十七节这里这样说 耶稣要代替我们的软弱 主要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问题是我们有放这种心在耶稣身上吗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放这种心在主的身上 其实是对的 我们在这个时间选择去到祂的跟前是对的 很自然我们的倾诉绝数一定会听 所以去到祂的跟前来 去体验平安的见证 就是体验平安的见证 我们再来看那个十二章 我们再来看十二章 二十节 十二章的二十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 压伤的挪违他不截断 在这里讲 他真的非常有怜悯的心 这里讲到芦苇跟灯火都讲他的百姓 这里讲到的芦苇和灯火都是他的百姓 百姓也会受伤 甚至生命都快断 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截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截断 谁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做 但是谁有能力这样做 如果你的好朋友生癌症 如果你的好朋友有癌症 医生宣布两天后死 医生宣布了两天后死 他的生命如同芦苇被压伤 他的生命如同芦苇被扎断 快要被截断 他的生命如同灯火要将截断 你有没有办法做这种工作 让他存活呢 你赚再多的钱 有办法找一个医生来医治他吗 你赚再多的钱 你有没有办法 找个医生去医治他呢 没有办法 当我们听到这一件 这样的事 我们也不要想说 我一生都不会得癌症 我们不要心想 我们一生都不会得癌症 很多事情风水轮流转 很难讲 很难讲 人的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 人的世界是没有绝对的事情 也没有人的方法 用人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用人的事情 在这里只要到处跟前来 在这里只要到处跟前来 就是一个救主仆人的工作 就是救主仆人的工作 他就是在做这种工作 他就是在做这种工作 连续去帮助人 让人的生命不折断 让人的生命不被吹灭 让人的生命不被吹灭 就在世界找不到 第二个有这种权力权柄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 第二个有这样的权柄的人 就是我们所谈的 真正的耶稣基督 他就是我们所讲见证的耶稣 常常到他跟前来 所以我们要整日去到他跟前 除非今天倒下去走不动 除非今天我们不可以再走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就没有办法 到神的教会来 去到神的教会 但是你的苦楚神知道 这个时候你苦楚神 他也听到 这个时候我们呼求神 神一样会听 尽可能的 能够把所有的事 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尽可能 就是把所有事情 带到主的面前 我这个人一定要去到主的跟前 你不要再仰望这个世界了 我们不要再仰望这个世界了 这世界给你的答案 将来都会被灭亡的 这个世界给你的答案 将来都会灭亡 不要有一种掉以轻心的心态 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要切切实实的到他的跟前来 你用心的到他跟前 如果我们用心的去到他跟前 我们就会体验平安的生活见证 主的话在圣经应许 就成为力量成为见证 主耶稣在圣经上面 应许的话 就会成为见证和力量 我们很多人是这样体验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体验 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过去是这样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以后也是这样 以后都一样 我们用这样的心智 到主的面前走就来 而且就是用这样的心智 去到主的面前得救 要怎样来请诉呢 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二章 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二章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五 第六节 生命记十二章 九月二百三十二年 第五节 第六节 但耶和说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之派中 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六节 将你们的凡制 平安制 十分取一之文 和手中的举制 并还原制 金心制 以及牛群 羊群中投生的 都逢到那里 在这里 特别谈到 要在神立民的居所 神的家 神的教会里面 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五节那里谈到 要祷告神 求问神 五节讲到 我们要祷告神 求问神 六节要谈 这个献祭 献祭给神 六节就讲到 我们要献祭给神 也就是我们讲的 侍奉神的动作 所以要怎么跟神请诉 要祷告神 要侍奉神 侍奉神 你需要这位神的帮助 我们需要这位神的帮助 你需要认识祂 我需要认识祂 需要相信祂 需要相信祂 那你要向祂祷告 那我们就要向祂祷告 我要侍奉祂 要侍奉祂 你不要每次都说 主啊给我给我 你不祷告 也不去献祭侍奉祂 不要说每次想要 就是主啊主啊 也不去祷告 也不去侍奉祂 参加聚会 也是一种献祭 侍奉神的动作 参加聚会 祷告也是一种献祭的动作 祷告也是一种献祭的动作 做圣工也是 不经唱诗 这些也是 读经唱诗 家庭聚会也是 家庭聚会也是 这些都是 祷告神 侍奉神 献祭神的生活 这些都是 祷告神 侍奉神 献祭神的生活 而且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动作 乃是天上真神 吩咐要这样做 这个动作 乃是天上的真神 吩咐我们这样做 有时候人的教导 吩咐还不打扰 有时候人的吩咐 圣经神的话 这样说 代表着全能的主说 但是圣经神所说的 就代表全能的主说 你起码要有这种认定 我们最起码要有这样的认定 你到他的跟前 我们去到他的面前 你来敬拜他 我们来敬拜他 你的侍奉动作才有效 那我的侍奉动作 你向神倾诉的事才有效 我们向神倾诉的事才有效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 基本上这种人 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观念 因为这种人 他基本上是有非常坚定的信仰观念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请看第五节第六节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五节 第五节 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去多的神去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值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值着他有的 这里讲得很清楚 或许这个世界 很多人讲不同的神 或许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跟我们讲 我们只有一位神 但圣经说给我们 只有一位神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从他出来的 万物都是由他而出来的 连我们也都归属于他 连我们也是归属于他 万物也归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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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重要的 基本的信仰观念 这个是很基本的信仰观念 你如果懂得祷告他 侍奉他 如果你懂得祷告侍奉他 但是奇怪 教会需要你服侍的时候 你说你承认耶稣基督 是独一真神 你说你承认耶稣基督 是独一真神 为什么你常常不见在 他的团体生活里面 为什么不见到 你在他的团体生活里面 你这个头脑有问题 想法有问题 你根本弄不清楚 真正的信仰观念 所以你没有办法投入 你怎么倾诉 你所有的都在 离开了神以外在做 你所有的都是 离开了神以外去做的 所以要怎么跟神倾诉 所以怎么向神倾诉 第三点特别讲到 要祷告神 侍奉手 其实这样做是 亲近主的表现 你常常过一个 天天亲近主的表现 你的情愫神一定打开耳朵听的 他会非常联系你的存在 因为你常常亲近他 祷告他 侍奉他 因为你的行为 一直在他的恩典 他的道理里面 你也愿意回改 离开偏差的道路 回到他的正路里面 离开偏差的道路 走回正路 人真的在人世间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临到 人世间真的会遇到很多 好的事情 有一个太太 有一位太太 她曾经也年轻过 她曾经也都年轻过 然后去找她如意的丈夫来讲 找她如意的丈夫来讲 刚开始生活还不错 刚开始生活的时候还是不错 后来有小孩 后来有了小孩 社会的结构也变 社会的结构也有变 所以越来越困难 所以越来越困难 先生喝酒 先生喝酒 太太看先生喝 他说 先生可以喝 我怎么不能喝 他见到他的先生喝酒 他说先生喝酒 我为什么不能喝 太太也喝了 所以太太又喝 后来他们发现 他们的朋友都是喝酒的 后来发现 他所有朋友都是喝酒 朋友里面喝酒 也有吸毒的 喝酒的朋友里面 更加有特毒的 他认识这个朋友 后来也一起吸毒 因为认识了这个朋友 所以后来都会吸毒 吸毒又打麻药针 吸毒又打毒品针 所以手上都会有针孔的地方 所以手都会有针孔的地方 然后因为太快乐 要让他停的时候 要点那个香烟 刺激他的皮肤 但是因为太快乐 太刺激的时候 要停的时候 就要用香烟点 夫妻就没有理性 爸爸妈妈的责任 照顾孩子 那这对夫妻 就没有理恨 爸爸妈妈的责任 照顾孩子 白天年纪小小的 不知道跑到哪里 晚上要睡才跑回来 所以小孩子 日头的时候 没有人理 他就走出去玩玩到晚上 才几岁 但是这个太太每次醒来 醒过来她就哭了 所以这位太太 每次醒来都会哭 为什么我的生活变成这样 还不到30岁 看起来快要60岁了 还未到30岁 样子就像60岁了 不好的生活习惯 不好的生活习惯 就有不太好看的外表 就变成不好看的外表 健康很差 怎么办 好几次要自杀 好几次都想自杀 有时候酒醉 有时候虚毒 有时候吸毒 太太常常认错 对方男人以为是她丈夫 醒过来 错了 太太常常认错 以为对方是丈夫 然后醒来 错了 睡一晚才知道 早上 错了 不是我的丈夫 睡了一晚才发现 原来身边的不是她丈夫 丈夫也是一样 以为对方是自己的太太 以为对方是自己的太太 睡了一晚才知道 不是太太 睡了一晚才发现 我们的生活都是这样 喝酒吸毒 米辣 喝酒吸毒 梅兰 太太常常故想自杀 所以太太常常都想要自杀 我也不愿意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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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今天我变成这样 但今天我变成这样 整个家庭都这样 整个家庭变成这样 很难过 很难过 她要向谁请出 她要向谁听傻 家里人也没办法帮忙 家里人也没办法帮她 要依靠一生的丈夫 那像什么一样烂 我们很多时候 不一定是坏习惯 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困扰 但我们会有其他问题困扰 怎么办 她是想改变人生 她也想改变人生 她想找人请诉 你找医生有用吗 你找医生有用吗 你找法官有用吗 你找法官有没有用吗 坐完间出来都是这样 没有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位很爱心的信徒 就跟他见证耶稣 我就是一位有爱心的信徒 跟他见证耶稣 让耶稣请诉 让耶稣动工 让耶稣施恩典给你 让耶稣施恩典给他 他就想试试看 结果一来 感谢主 他心中才有一份 尺分别是善恶的那种尺度 他心里有分别善恶的一个尺度 他非常盼望求主帮助 他就决定用心灵诚实拜主 他决定用心灵诚实拜主 他甚至决定每一次聚会都要来 他决定每一次聚会都会来 他决定我开始要学习祷告神 将最黑暗最软弱的人生带到神的面前 将最黑暗最不好的人生带到神的面前 坦白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生 所以我才没有用 我的家庭生活才这么差 所以我家庭生活这么差 如果用人的角度没有办法活 万有多在乎于主 求主帮助 他的祷告是流泪的 主耶稣亲自引导他 感动他的心灵 立志不再贪行那些罪恶的生活 立志拿掉坏习惯 立志离开黑暗的生活 立志离开黑暗的生活 他的情愫 每一句话神都听到了 每一句话神都听到 每一句字是那么的用心 真的在主面前情愫 他改变了 他先生也来了 带着孩子 全家改变了 最后接受赦罪的洗礼 想想看 只有一个动作 来到耶稣面前 向神倾诉 来到主耶稣面前 向神倾诉 结果主耶稣改变他的一生 结果主耶稣改变他们一生 改变全家 现在一对夫妻都有在上班 孩子也活得很快乐 小朋友也活得很快乐 他们每一个家里的人都是见证 他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是见证 这一户家庭更是荣耀神的见证 所以我们从这里很清楚的了解 当我们来找这位神倾诉的时候 当我们来找这位神倾诉的时候 他是让人有盼望的神 他是一位让人有盼望的神 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见证 我们最后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 我们最后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 二十七节 十二章的二十七节 十二章的二十七节 十二章二十七节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你缓是大错了 在这里杀刀该人 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这个杀刀该人 他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但是耶稣亲自证明 但耶稣亲自的证明 他让死人复活 他让死人复活 而且他也这样说 你信我 你信我 永远不死 这个是讲肉体的生命 我们虽然会结束 但是我们活着来信他 但我们活着来信他 今生得平安 得到力量 得到帮助 将来有属灵永恒的生命 回到神那边去了 所以耶稣说 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我们要共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所以我们共同来到基督耶稣 应该来信耶稣 得平安得救 我们应该来信耶稣 得平安得救 他不会让我们人失望 只要你向他倾诉 只要我们向他倾诉 他就会让我们得着盼望 他就会让我们得着盼望 得着今生的平安 得着今生的平安 得着永生的生命 所以在今生再用生 绝书都成就了这一切 所以在今生和永生 主耶稣都成就了这一切 我们非常盼望 要用这个向谁倾诉 来做分享见证 要用这个向谁倾诉 做分享的见证 在相信的人都得到了 这一方面的应许 恩典 在相信的人 他们得到这方面的兴奋 我们也盼望 我们在座的亲朋好友 我们也盼望在座的亲朋好友 你早一点下决心 我们早一点下决心 早一点用心 来得到在主罪里面的 这个平安喜乐恩惠 做一些下决心 来得到主耶稣 这个平安喜乐恩惠 唱诗 157首 唱诗 157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